這個主管就是 每天上班的時候 基本上他都很晚才會出現 可能中午過後才出現 然後我這個朋友 他已經講電話講了 一整個上午了 然後就是不斷的去詢問一些 就是開發新的客戶 對 然後他的小主管 然後出現的時候 就是在辦公室裡面也 好像也沒有在做事情 然後就是來跟公司的同事 打屁聊天 然後偶爾就是叫一些 下午常來吃這樣子 我這個朋友他的業績壓力就很大 然後有時候出去外面學校 比如說約下課時間 要發穿單 結果人都到了 他總說發發發到最後 都已經快結束了 這個小主管才出現這樣子 然後他想說 其實壓力很大 這樣業績 就是他只有自己一個人在扛這樣 然後最後他就離職了 然後後來他才打聽到 你看這個小主管跟 老闆有一腿 同事 好人厭的 TOP5 對 害怕同事 來 可以 感謝 Darren哥哥謝謝 薪水小偷永遠找不到人 大家不喜歡這樣的投資 就有我朋友 然後他有跟我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那個時候我們剛畢業 然後他有去打工 他在那個補習班裡面打工這樣子 然後 他不是當老師 他就是做一些電洽 就是 問人家要不要來上課的那種 然後他會有業績壓力的 然後 偶爾他還要出去校園發一些傳單 補習班的傳單嗎 他的同事就是 算是小主管 這個主管呢 就是 每天上班的時候 基本上他 都很晚才會出現 可能中午過後才出現 然後 然後 我這個朋友他已經講電話 講了一整個上午了 然後就是不斷的去詢問一些 就是開發新的客戶 客戶 對 然後 他的小主管 然後出現的時候 就是在 在 辦公室裡面也 好像也沒有在做事情 然後就是來跟公司的同事 打屁聊天 然後偶爾就是叫一些 下午茶來吃這樣子 我這個朋友 他的業績壓力就很大 然後有時候出去 外面學校 比如說約下課時間 然後發穿單 結果人都到了 他怎麼發發發 發到最後都已經快結束了 這個小主管才出現這樣子 然後他想說 所以壓力很大 這樣業績 就是他只有自己一個人在扛這樣 然後最後他就離職了 然後後來他才打聽到 你看這個小主管跟 老闆有一腿 蛤 原來是這樣子 好了吧 原來是用他的身體 去換 我說好了吧 關係沒搞清楚 對啊 對 那就累死你囉 對啊 其實不是跟老闆有一腿 就是前面像這種 會消失的主管 其實好像蠻多的 就是反正你們都在幫我做事 我剛才在想說 這主管怎麼那麼大膽子 原來有靠山 難怪不怪喔 出社會就是要 靠關係嗎 對 有關係就有關係 你現在才知道喔 知道的太慢了